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焦点新闻》 自从引进的殲-10CE战斗机服役后 巴基斯坦空军飞行员一直给予高度的评价 尤其是它的引申性能、人工智能、自主后勤保障能力 可以说一数中国生产的战斗机可靠性、可维护行不好的印象 被人换言一身的感觉 巴基斯坦《Second to None》雜誌的八月刊 第二次推出殲-10CE的专题报道 在名字为《与龙相伴的一天》的文章之中 重点评价了殲-10CE的四大特点 巴基斯坦空军第十五眼颈蛇战斗机中队 一线的殲-10CE飞行员和地勤 在采访之中对殲-10CE战斗机印象最深的 居然是引申性能 这一点恐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按照第十五中队飞行员的说法 殲-10CE战斗机在雷达上几乎看不到 这样意味着 殲-10CE在空战之中是不需要刻意控制高度 而是可以在高空飞行、降低飞行阻力 也能够为基载导弹提供更强的初始动能 增加导弹的射程 从巴基斯坦空军的说法来看 殲-10CE已经是一种准隐身的作战飞机 可以降低对方雷达的探测能力 此前外界也猜测殲-10C 采用了一系列的隐身措施来减少RCS 包括DSI进气度、雷达天线向上倾斜 金沉积、道层、座舱盖、主要反射面 铺设吸波材料等等 通过这些措施 可以让殲-10CE的雷达反射面积 降低到一平方米甚至更低 从而提高了飞机的作战能力 和空战生存的能力 当然即便有一些隐身收营手段和隐身图料 殲-10CE依然只是准的隐身战机 和殲-20这一类五代隐身战机 还是没办法相提评论 不过却可以有效降低 印度地面雷达的折获概率 压缩发现的距离 在空战之中 面对使用无缘上空阵雷达的SOU-30MKI 配备平板 逢隐雷达的幻影2000I这个时候 殲-10CE能够实现 先敌发现 先敌开火 优势再度拉大 殲-10CE战斗机 配备了中国新一代机载 有缘双空阵火空雷达 匹力15E中远程空空导弹 具备极强的超视距空战能力 巴基斯坦空军飞行员认为 殲-10CE战斗机 凭借这个组合 能够压倒印度空军任何一种战斗机 包括最新的阵风F-3R 阵风F-3R战斗机 也配备了 机载有缘上空阵火空雷达 空空导弹使用流星中远程空空导弹 对巴基斯坦空军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殲-10CE战斗机的机头直径 可以说是单发中型机中之罪 将近一米左右 因此也拥有了 配备大直径有缘上空阵雷达的条件 相比之下 阵风战斗机的雷达天线直径 只有680毫米 更大的雷达天线可以安装更多的TR模块 因此 殲-10CE雷达的理论探测能力 是强于阵风F-3R的 即便法国人在雷达的后端处理上 有独度之处 也很难缩少雷达天线恐径 带来的差距 在近距空战之中 殲-10CE战斗机另外一个利器是 辟户十何树海甚像 辟战斗空空导弹 此前 引渡空军的米格 29UPG Soul-30MKI 使用 头盔决定 View 以及R73 海浩大明颜 研导弹 info 在近距格斗之中占尽优势 巴基斯坦空军装备的大部分战斗机 和空空导弹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殲10CE和PICLIC-12的组合 补上了这块空白 殲10CE的飞行员 使用更加先进的头盔显示 瞄准系统 这个系统是有效提高了飞行员 太小感知的能力 它在任何方向都能够提供与平显 一样的显示画面 并提供完整的武器包线 飞行员获得了宝贵的头向外的能力 也就是当飞行员向外观察 实相是否有威胁的时候 还能够对武器进行控制 发射导弹攻击目标 这个组合技术水平 远超印度空军同类系统 作战效能也要高得多 巴方飞行员对殲10CE战斗机的智能化技术 也都是赞不绝口 他们指出 殲10CE的航空电子系统 引入了人工智能 辅助飞行员进行信息处理 和战术的决策 从而提高了飞行员的作战效率 在系统辅助之下 飞行员可以每秒钟进行几千次的操作 这样是以前不可能想象的 另外殲10CE战斗机还有语音输入系统 它可以让飞行员更好地与飞机进行对话 及时获取相关的信息 例如燃料的状态 无线电频率等等 殲10CE战斗机另外一个智能化 体现了在后勤保障系统上 此前中国战斗机这个领域是薄弱的环节 客户对此是颇不满意的 殲10CE战斗机表现 真是让人耳目一身 它采用了无线测试和自动分析系统 飞机本身已经有健康管理系统 能够根据飞机及主要系统工作的状态 对飞机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的评估 在这个基础上 形成了飞机维护要求和方案 当殲10CE返航之后 地勤人员除了目视检查飞机之外 还使用不基本电脑 可以无线连接飞机健康的管理系统 下载相关的数据 进行再次分析 确定飞机的状态 及时发现故障 迅速进行维护和修理 这个系统提高了维护的效率 地勤人员利用无线网络管理和调配飞机 速度更快更加灵活 系统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维护效率更高 提高了飞机的完好率和再次出动的能力 由于印度正在乘批量引进阵风战斗机 并且试图升级SO-30MKI 因此 殲10CE战斗机对于巴基斯坦空军是至关重要 它是平衡印度空军最有力的武器 同时 殲10CE又具备第五代隐身战斗机某一些特征 例如隐身的性能 人工智能 它又让巴基斯坦空军能够提前接触到 第五代战斗机的技术 从而为未来引进和装备 中国的第五代隐身战斗机 打下坚实的基础 由中核集团微信公众号消息 10月3日 由中核地质科技有限公司 葛祥坤 范光 和李亭研究员等 研究发现的新矿物 利包投降 获得了国际矿物协会新矿物 命名及分类委员会的正式批准 批准号为 IMA2022-127A 这是中国核地质系统成立近70年来 发现的第13个新矿物 是中核集团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大力支持基础创新的又一原创性的新发现 利包投降发现于世界著名的内蒙古包投市的白云 厄博矿藏 产出于利稀土铁矿石之中 从中式至黑色柱状或板状 半字形至他形 粒度约为20至80微米 综合集团核工业 北京地质研究院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引领的作用 系统建立了矿物研究技术体系 近年在新矿物研究领域 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已经先后主导发现了11种新的矿物 为中国的新矿物研究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发布的2023年全球顶级科技集团排名 中国再次取得进步 拥有24个全球顶级科技集团 成为拥有最多科技集团的国家 其中深圳香港广州 北京上海苏州 三个科技集团 位列全球前五位 科技集团是指发明人 和科学作者密度最高的地理区域 其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政府 市场和社会的共同推动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发展 就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推动实施 经济进气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大发展 长三国一体化发展等多个区域重大的战略 支持北京、上海、越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初步认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区域創新格局 科技部副部长 张港军表示 中国愿意继续和包括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 一度与世界各国攀手 以科技创新的理念、方法、成果 应对全球性的重大挑战 推进知识产权、创新、运用、管理和保护 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的建设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介绍 由中铁15局成建的跨墙中一级公路大桥 连续量顺利合拢 这座是包龙高铁、银巴支线 合龙的首座连续量 就为后续高校推进施工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中铁15局项目负责人 崔宝雄介绍 跨墙中一级公路大桥 上跨省道S218线 是银巴支线内蒙古段重难点的工程 建设工程中 为确保省道S218线正常的运营 施工人员对大桥上跨省道部分 采用封闭式的防护施工 同时针对当地风沙较多的情况 配备测风仪 一旦出现大风的天气 即停止作业 确保施工的安全 及过往车辆安全通行 包吻高铁银巴支线 全长115公里 建成后 内蒙古最西部的阿拉善盟 将会接入国家八中八环 铁路的网络 对改善边境地区 对外通行条件 促进区域经济 加快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家好,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附订石楼台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优化了视频课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也可以看得流畅一点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也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十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